另外呢顺便讲一下云单白板上面也有相关的参考说明 比如说上个礼拜的东西 像那个程式假设有些同学啦 大体上好像都OK 不过还是有些同学不太OK的 那你可以参考录制聚集这边 我把对应的程式码你可以大概比一下啦 如果哪些地方不OK的话 也许比一下看看哪边出问题 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说几个这个程式 另外我把我们上个礼拜这个这个打开好了 OK然后Excel 那你会发现上个礼拜我们大概主要就完成什么 其实第一个要启动 特别说上面有个启动内容 你一定要先打勾 这个一定要先按确定 启动内容这个一定要按确定 如果你不按确定的话 你待会去执行任何的程式 就是VBA程式都不能WALK 这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蛮多同学没有按那个启动内容 那就直接按 他发现其他老师为什么 他没显示说他没办法执行 主要是因为 以色列会认为说 我们写的这些程式 其实是有可能出很多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病毒 那如果说 很久以前是有聚集病毒啦 不过现在比较少了 然后他认为说 你如果确定是安全的 你再按启动内容 但如果不确定你就不要按 那就不会有风险 可能是 那 再来的话 最后我们上个礼拜 主要的练习 大概就是 几个点 我大概把它RUN一下 第一 我们录制的 所谓的聚集 用什么录制呢 一样是 上面的箭头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勾 开发人员 按确定 那这个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是用录制聚集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录制聚集之后 再去执行的话 从这个地方执行 那程式写在哪里呢 写在比较背 所以一二三 OK 那比如说我们录制的 总共两个功能嘛 一个是清除 轻跳 串接 OK就有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VBA 这个部分是自己 我们录制的 那VBA的部分的话 总共有两种 一个sub 一个function 清楚一样 清楚的话把这个 充丢空的 然后这个门号公式是输出的话 上面是直接把这个公式 直接输入到这个储存格 那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你把公式丢进来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执行出最后的结果 OK 那清除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一种 就是直接门号 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出 最大的差异 有没有 这个的话呢 它里面呢 并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 OK 所以那至于怎么做 基本上这个是原原本本 全部都是用VBA的方式 那里面会用到VBA里面 有一个函数叫Format的函数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好 那其他细节部分 如果你还是有一些 不是那么了解 我是建议你可以 怎么样 再把那个影片稍微看一下 这边有个影片连结 每一次我都会把它放在 这个教学论坛 那这边的话每一次也都会有个清单 所以你大概看一下哪一段影片 那连结的话 点进来的话 也可以看到 那我也看到每一次观看的次数 OK 其实还蛮多的 那每一次 OK 大概 当然如果你有相关问题 其实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 有没有 如果刚好你看到 哪个部分有问题的话 下方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讲说 你哪个地方有问题 然后呢我也会直接 如果看到你有相关的 那你问问题尽量 如果可以的话 让我知道说你是几分几秒的地方 比如说你说 是我是几分几秒的地方 发现问题 然后呢我该怎么解决 那我如果看到很具体的 那我就直接线上 直接告诉你怎么做了 OK 也可以直接互动 我觉得会 比较直接 不会说有些 有些人问的抽象问题 那我要想象一下 那 好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告诉我说 你是在哪个地方发生问题 那我会直接在 这上方呢也会直接回答你 OK 好 那 那 你应该会是 比较好的 比较认真的 因为我希望说你可以跟我多互动 那互动不是说只能够在教室里面互动 那我觉得你下课 离线随时都可以学习嘛 也不是说只有教室才能学习 OK 所以 如果你 因为我平常成绩 佔百分之二十 如果你希望平常成绩高一点的话 有几个准则 第一个的话 就是你尽量做往前面一点 我可能 你的成绩呢 会跟你的 离我的距离成反比就对了 OK 有些你离我越近 那我当然会打高一点 不过 第二个的话呢 你上面如果可以跟我互动的话 比如说最好让我知道你是谁 不然的话我这样要加分也不知道加给谁 我只知道 那有个同学很认真一直跟我互动 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OK 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是谁 这样也是一种方式啦 不然我要怎么打高分 每个人最后评量 我这样很难打 OK 诸如此类的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我第一堂上课有讲 如果说你想知道我是谁 我有讲过吧 你可以Google吴老师的关键字 那大概上面有个签道簿 如果你来上课的话 另外有个方法 其实我有的时候 甚至我是什么 我直接就是 这是 吴老师 OK 第一个应该还是我 我看一下 第一个 这我的吧 教学部落格 吴老师教 这个就我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另外一个方子 你可以在这上面 做签道的动作 这边有个线上签 签道部 学习签道部 OK 然后身份 你就告诉我 你是台师大的学生 OK 那你的学号姓名 OK 那你要干嘛 上课签道 随时 随便逛逛 OK 或者你想要学一些 其他相关知识 反正就选一个 然后 留下足迹其实也一样 现在再来一个 OK 好 上课签道 然后按提交 那 这个记录呢 就会寄到我的云端上面 那我会随时统计一下 那你不要一直没事都乱签到 你根本不是 你只是想要刷存在感吧 OK 反正各种方法 那这上面当然有一些 我之前写过的一些文章 你也可以看一下 OK 比如说怎么解决相关的问题 OK 那今天的话呢 那我们就 这一题大概就先到这里 我就先把它储存一下 Ending 然后 待会请各位呢 再帮我开启下一道题 开头是151 这个 截取瓜糊中 自串这一题 OK 那其实这一题的逻辑非常简单 你把它打开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资料来源在A栏 它要提取的资料放在B栏 那你会发现 这上面已经有做好的函数 请你把资料悬起来把它Delete掉 OK Delete 因为上面的那个函数 是给各位参考的 那你当然 我们重新来做过 那我希望呢 可以做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 第一个先判断说呢 参赛者资料后面 有没有刮糊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有刮糊呢 就帮我把刮糊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也就是把那个备注 把它另外再放到这边来 当然呢 我现在不是要你做突发链钢 当然突发链钢 你变成说你每个都要眼睛看 但如果说你资料量多的话 像这个10笔还OK 你可以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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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慢慢来 OK还可以 但问题 如果现在这个是1万笔 或者是10万笔 甚至百万笔的话 那当然完全就不建议你这样做了 可是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 所以待会的话呢 解决方案 不外乎就怎么样 请你先想想看 有没有内建的函数可以完成 有没有内建函数的话 插入函数有没有 怎么找呢 当然 第一个你可以找什么 找文字内里面函数 哪个函数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fine函数 诶 特别重要 什么叫fine呢 基本上就是寻找函数 寻找什么呢 寻找前刮符 寻找后刮符 然后把前后刮符的资料切出来之后 放到你指定的储存格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呢 该怎么做 首先提示一下 一用fine函数 二的话如果要切割的话 用middle函数 那middle函数需要给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哪个资料 资料在这里 从哪个start number 从哪个字开始 一二 前刮符在三 应该是从第四 假设这个啦 然后呢 number choice是几个字 应该从什么 后刮符的位置 再往前推到这个 这个是前刮符的位置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这后一个字 就是第三界刮符 把这个东西呢 放到这里来 OK 所以大概至少会用到这两个函数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我把画面切回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主要就是 利用函数啦 那当然函数其实还不够快 后面我们一样会把 上个礼拜讲的那个VBA 其实再把它 再把它这个 用在这一道题上面 OK 试试看